2022年夏天最难忘的是星汉因所有人而灿烂,月圣因所有人而圆满。 《变身仓海》打结局典印里在观众的一片不舍中落幕,但遗伤夫妇的讨论度仍然居高不下,成为惊吓暑期档又一出全暴剧。 吴磊和赵露丝是不是假戏真做了?看到网友发出这样的质疑,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。 毕竟就在刚刚过去的七夕,吴磊卡着一三一四的特殊节点发了一组和赵露丝的情侣写真。 乍一看真的以为他们官宣恋情了。 其实,两人合作出演的国欧巨星汉灿烂正在热播,吴磊饰演的将军林不宜一出场便惊艳众人。 容装披风纵身上马,动作一气呵成,似乎古代将军从此有了模样。 可就是这样一个雷厉风性的将军,却在遇到赵露丝饰演的成少商后,便开始了他一眼万年的独宠。 林不宜和成少商又虐又甜的双向奔赴让人看了直呼上头。 乌鲁克陶ZP也曾去中被刻到了现实生活。 当然,比起正片中两人的爱恨纠葛,他们的片场花絮似乎更让人血脉膨张。 每一个动作都冒着粉红泡泡,连我都怀疑两人是不是在公费恋爱。 片场上,乌鲁骑马抱赵露丝,连很自然轻力地就靠到了赵露丝的肩膀上,俨然一副小情侣的样子。 而这样暗戳戳的小动作实在是太多了。 两人对剧本时,乌鲁就来回地揉搓赵露丝的胳膊,对台词神有事没事拉人家手。 到时导演让他们轻轻的时候,两个人对视着害羞地笑了。 其实,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,只有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才会忍不住有很多具体动作。 男生在喜欢的女生面前总是会忍不住就喜欢逗逗他,摸摸头发,揉揉肩膀的。 这些微小的细节把暧昧的氛围推到了极致。 在场深夜戏里两个人坐在马上对戏,突然乌鲁发现代拍,他用激光笔摄像代拍。 而后居然直接骑马带着赵露丝一起抓代拍,代拍傻眼了,但马上的赵露丝却觉得有趣极了。 这场景不是演戏,却像极了偶像剧里才有的剧情。 他们还在双子座流星雨的夜晚一起拍了吻戏,两个人之间甜蜜又浪漫的感觉真的是太让人心动了。 在重片中林不宜挨打的片段,漫天飞雪飘零落下,成绍商一步一摔倒,亮衬地跑向林不宜,满脸眼泪悲伤至极,一生放开拼尽全力保护欣赏人。 两人历经磨难,终于打破隔阂心意相通,不知道多少观众泪目。 但在花絮中却是另一副模样,真的一秒破坏氛围,先是导演示范,怎么打吴蕾,世卫大哥学的有模有样,另一位大哥在那边打,吴蕾还一边在喊,再大点劲。 有这样的要求真是万万没想到啊。 甚至在挨打的时候,吴蕾还不忘给赵露丝做鬼脸,边踢腿边撒娇说没事,真是太可爱了。 对剧集的强烈喜爱,让无数等待更新的观众自嘲得了失心疯,期待主演机体直播的呼声也不绝于耳。 在众多追悦人的期盼下,8月18日,《月生沧海》邀请了主角团在线直播,与观众共赴大结局。 《追悦人》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,迎来了《月生沧海》大结局典印礼。 这是八块钱花的值,第一次买典印,感谢剧组带来如此优秀的作品。 微博上不少用户是首次解锁了大结局典印,却直呼直回票价。 典印礼上《月生沧海》的主创,吴蕾、赵露丝等集体现身直播间,给了无数之乐人一个美好的夜晚。 主创们清零直播间和观众一起讨论剧情互动,在线重现发唐瞬间。 直播刚开始,乌蕾就和赵露丝一起隔空牵琴弦,玩起了《网络情缘一线千请你珍惜这段缘》的梗。 与此同时,剧中的众多出彩与角色,岳飞、轩厚、楼瑶、袁慎等也集体来到直播间。 当岳飞提到乌蕾赵露丝用四传话表白面情话的时候,大幕则迅速被磕到了刷屏,太可爱了,两个人仿佛在对场删歌。 线上主创们的直播互动让追悦人们大乎过瘾。 回顾月升沧海的出圈过程,林不宜用成绍商,一路情感历程又甜又虐,吸引到了众多剧粉。 乌蕾和赵露丝之间意外的CP感也为剧情增采不少,除了男女主演外,其余演员如郭涛、曾李、宝剑峰等也都各自出彩,完美符合了观众对角色的要求。 剧中许多场景更是直接还原了原著场景,随着临近大结局,林不宜复仇、成绍商、红衣、骑马等高囊片段频频上热搜, 也让观众对即将到来的大结局倍感期待。 在当晚的点印里,赵露丝真情流露,第一次和大家一起是在首映里,第二次就是在大结局的点印里,真的很珍惜。 而当竹签抽到终有一别时,全场演员仿佛都回到了剧情中,再一次感受到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,让屏幕前的观众情绪再一次被点燃。 除了主角团全程陪伴观众解锁高光场面,详细阐述角色的幕后心路历程,这场声音也变成了一场追悦人的圆梦之旅。 无赖在做游戏时让赵露丝先来,弹幕一片磕到了的满足感,赵露丝解说已柔监护天下保卫粮仓的名场面,他进一步解释了并肩作战的双线ZP感。 结尾时,全体主创用新月灯为礼,线上带有角色属性的祝福。 在现场其余主创已经切走直播镜头后,吴磊和赵露丝依旧没有放下手中的新月灯,反而上演了一幕双人隔空打电话。 直播间里的一幕幕都让观众体验到了独一无二的沉浸感。 作为暑期档大局之一,月声仓还在豆瓣评分7.5分,已经被收录进华语口碑剧集榜中。 不仅口碑稳定,播放数据也十分可观。 与高热度同步而来的是观众们不断要求加羹的呼声。 8月17日,宝剑峰成功催羹月声沧海话题,登上微博热搜。 在月声沧海中饰演文帝的宝剑峰在线催羹,在得到导演费正祥的肯定回答后, 月声沧海的微博广场上庆贺声一片, 这个夏天的感动是双向奔赴的爱情带给我的。 豆瓣、抖音、微博上,欣赏人、追悦人们都在表达提前过年的喜悦。 夜声沧海的典印里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。 未来腾讯视频还有三体,纵有疾风起等不同题材的大剧代播, 也让观众对后续爆款的出现倍感期待。 终究将至长视频正在迎来秋收季节, 最后还是希望无垒赵露次质的CP可以成功三搭。 好久不见。 时间内容又联合了一份不错的事。 我们下转了一份不错的事。 下转了一份不错的事。 我们下转了一份不错的事。